今天一天頭條 一起來關注到 內地的防汛抗洪形勢依舊嚴峻 目前全國仍然有 98條河流超警戒水位 21條河流超保證水位 鵵陽湖水系成為了重災區 達到了十年來的最大面積 直接影響周邊幾個為低的安全 而安徽受到長江及淮河 兩條水系的雙重影響 當前救災應急響應提升到二級 位於江西鵵陽的中周圍 9號晚上發生了長達188米的潰口 當地13號緊急展開圍堵作業 截至15號晚上7點 缺口封堵已經推進了56米 當局正以12小時輪班制度 雙向圍堵 加快進展 汛情嚴峻 導致九江都昌縣 由大量村莊農田被淹 道路出行受阻 消防隊瞭解情況後 進村入戶 對村民進行轉移安置 還義務當起了百度人 保障了群眾出行安全 安徽吳湖市長江和清溢江交匯處的水位超警戒 在岸邊的濱江公園 觀景平台被淹沒 路燈只有頂部露出水面 沿江橋下通道出現順水 要暫時封閉 當局出動大批工人搶險加固 位於安徽同齡市的老官圍 14號晚上出現滑坡 管永及崩岸等險情 地內有一萬畝耕地 4個行政村合共7500人 當局為了確保群眾生命安全 已經提前撤離 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已經將救災應急響應等級 由3級提升至2級 又要求吳湖 銅林和馬鞍山等5個市 做好人員撤離工作 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藍色預警 9個省市局部地區未來兩天會有大道暴雨 主要地區在長江流域 如四川 重慶 陝西 河南 湖北地區 水利部則表示 預計未來三天 長江上游 漢江上游有一次洪水過程 長江中游幹流及洞庭湖水位 緩退後會復漲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長江上游